好的就在稍早之前下午3点03分的时候 大家的手机呢是警报声大作 主要一开始大家以为是发生地震了吗 但仔细看呢是国家警的警报 并且是防空警报 而这讯息上面的内容是写到了 中国在3点04分的时候发射了卫星 而这个卫星呢已经飞到了南部上空 请民众注意安全 如果发现不明的问题的话 通报警消人员处理 因此在现场看到当下呢 在TVBS的南部中心 所有的这些同事们的手机都同一个时间呢 是警报声大作 大家一看到讯息 这个卫星是飞越南部上空了 所以因此在南部地区的民众呢 不少人就抬头 看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端铃 再加上尤其是大选的这个倒数的几天 这么敏感的时间 突然出现了国家级的防空警报 尤其呢在这个时候 在3点多的时候 总统蔡英文总统本身也是在高雄 在凤山左南古山地区呢 是展开辅选行程 但没想到突然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突然出现了国家级的防空警报 对此呢总统是否有回应 我们也会为您随时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